第1001章 留言 发生什么事了 对于周元的发问 西京并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道 你此次闭关了三个多月 我们天渊狱与五大顶尖势力的战争也持续了三个多月了 西京的脸颊变得有些冷冽起来 而这三个月 我们天渊狱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五大顶尖势力比我们预料的还要难啃 周元眉头也是紧皱起来 五大顶尖势力这么强吗 不是他们强 是他们背后的万祖强 西京叹了一口气 道 这场战争 与其说是我们在与五大顶尖势力打 还不如是在跟万祖强打 只不过万祖强还顾及着一些表面规则 所以没有亲自下场而已 但即便如此 万祖强所动用的那些力量 也足以让这些年颓弱的天渊狱头疼万分了 战争初始的时候 来犯的五大顶尖势力几乎是呈现溃败之势 但这个时候 万祖强也是在暗中发力 驱使越来越多的附庸势力加入到了五大顶尖势力中 甚至我们还怀疑 这其中还不仅仅只有着万祖强一家的附庸势力周元眼神一鸣 还有其他强也在落井下石 西京点点头 道 万祖强也并非是没有盟友 比如那妖魁玉 他们或许没有做得太过的明显 但驱使一些隐藏在暗中的附庸势力相助五大顶尖势力 并非是不可能的事情 正因为这些原因 这三个月中 五大顶尖势力几乎是越打越强 原本溃败的局面也是被他们稳住 反而开始对天渊狱边境发动更为猛烈的攻势 这段时间 我们天渊狱损失不小 那四格的神府境 也有五百多人身余 说到最后 连锡经语气都是变得有些沉重下来 周元面色也是阴沉了下来 毕竟如今他还算是四格总阁主 四格的人都是由他执掌 要知道 就算之前的九谊大会 四格都未曾损失这么多人 而如今 却是在这场战争中埋骨 实在让人心痛 在那其中 或许还有着一些曾经见过的熟悉面孔 一秋水 叶冰林他们还好吗 周元深吸一口气 问道 西京摇摇头道 他们倒是无事 周元心中微松 毕竟这两人算是他在四格中关系最近的人 特别是一秋水 不仅当初救了他 在他来到四格后 也是在竭力地帮助他 所以 周元不能让他们出事 法育强者不打算出手吗 周元沉吟着问道 这场战争看似打得惨烈 但这是因为双方的法育强者 都没有出手的情况下 不然的话 再多的人一旦入了被收入法育之中 恐怕都得化为飞灰 所以 法育强者出手的话 应该能让的战争迅速地结束 西京道 没那么容易的 五大顶尖势力中有七位法育强者 虽说底蕴都不如我等 但联手起来也是麻烦 另外 我们也不敢在情况 未明的情况下 主动踏出天渊狱去斩灭对方的法育强者 因为这很容易落入对方算计 一旦我们这边有法育强者重创被陨落 那是损失多少神腹镜 天阳镜都是无法弥补的 周元默默点头 的确 虽然话不好听 但却极为的真实 一位法育强者的存在不是神腹镜 天阳镜能够用数量来相比的 那是战略性的力量 对方看似只有七名法育抵运 稍弱的法育 可关键是 还有万祖狱那头隐藏在暗中的毒恶 所以 如果没有找寻到机会的话 西京这些法育强者 也不会轻易出手 这一切 就看双方法育 谁先因为战局而露出破绽 师姐先前说我未曾出来 会有点麻烦 周元将话题转回来 问道 西京眼眸变得凌厉了一些 道 你闭关的时间过久 最近有留言在天阳狱流传 说你是在故意以闭关来躲避战争 这应该是五大顶尖势力的一些手段 想要用来动摇我天阳狱的军心与士气 原本这种手段 用在一个神府境的身上 应该是毫无作用 但你却不同 你是师父的清传弟子 虽然你否掉了成为元老的资格 但你的身份是无法否认的 你无元老之时 却有元老之名 你要知道 对于你成为师父第三位清传弟子这件事 天阳狱内的天阳境强者对此 恐怕是内心非议最盛的 周元平静地点点头 以他在九一大会上的表现 如今的天阳狱内 没有任何一个神府境 再敢对他表达质疑 但那种战绩能够震慑神府境 但却震不住天阳狱中的那些天阳境强者 他们是老一代的天骄 在他们的眼中 本就对这一代的神府竟有着诸多的轻视 周元的战绩固然显赫 但在那些天阳境强者的眼中 这恐怕依旧并不足以 是他被苍原大尊所青睐的理由 所以他们内心是不服气的 他们无法接受周元以神府境的实力 直接就达成了他们的毕生目标 所以当周元的身份在显露出来后 天阳狱的诸多天阳境强者 固然嘴上没说什么 但一些暗中的非议 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而那五大顶尖势力 或许也正是抓住这一点 方才散播这种流言 想要动摇军心 打击天阳狱天阳境的事情 于是 最近的流言即胜 说是周元未战 以闭关躲避战争 而再加上五大顶尖势力的猛攻 天阳狱这边伤亡不小 在这种气氛下 难免会将一些怨气引向周元 若是任由这种流言继续传播的话 无疑会对周元的名声 造成不好的影响 对于这种影响 周元自身是不在意的 但这种流言到最后 却会对苍原的威望形成打击 说他识人不明 辜负了天阳狱无数人的期望 从而严重打击天阳狱士气 这才是对方的真正目的 周元眼神淡漠 玄机淡笑一声 道 这五大顶尖势力 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不过这种手段 也是如纸壶一般 一戳即破 吸睛看向周元 你打算如何 周元伸了一个懒腰 舒展着筋骨 当然是准备参战了 从一开始我就没打算避战过 如今既然成功突破了 也该去活动一下了 毕竟只有赢了 才能够得到祖龙灯 他冲着吸睛一笑 哦 而且总得让天阳狱内外的那些天阳狱明白 为什么最终被师父选中的人是我 而不是他们吧 吸睛闻言 也是笑了起来 想必他们会明白 什么叫做绝望的 一个七亿两千万底蕴的天阳狱初期 怕是会吓傻掉不少人 第1002章 赤岩城 天阳狱西北边境 赤岩城 赤岩城隶属于赤云州 此州坐落于天阳狱边境处 是通往天阳狱内陆的门户之一 所以 此次战争中 受到了五大顶尖势力的重点关照 在战争初始的时候 便是有着五大顶尖势力的军队 对着赤云州席卷而来 只不过 却是被早已等待 在此的天阳狱大军打得头破血流 但五大顶尖势力并未放弃 在源源不断的力量支持下 继续卷土重来 于是 在这赤云州的边境线上 双方厮杀不断 不知有多少强者陨落 血腥之气 滔天弥漫 赤炎成身为赤云州的重城 所以围绕在此城周围 也是几乎每日 都是在爆发着战斗 极为的激烈 威俄的城市中 巨大的元气光照 将整个城市覆盖 光照上流转着无数晦色的原文 隐隐间散发出 极为强悍的元气波动 危险万分 城市的城墙上 戒备森炎 巡逻的队伍来转不休 城市中的一些高塔上 同样是有着锐利的目光 扫视着远处 感应着任何一处 突然爆发的元气波动 可谓是森炎到了极致 而因为战争的影响 原本繁华的赤炎城 也是变得萧条不少 街道上的人影来去匆匆 神色皆是紧绷 带着肃杀之气 在城市居北的位置 有一座高大的圆顶建筑 在其外面 人来人往 显得极为的热闹 那般人气 简直不比战争之前 赤炎城的一些热门之地弱 圆顶建筑最上方 有龙飞凤舞的三个大字 闪烁着金光 战功殿 大殿之内 一片喧哗 热火朝天 时不时地有着一队 对带着血腥气的队伍走进来 不过这般阵仗 并没有引得太多的惊呼 大殿内很多视线 只是瞟了一下就收了回去 显然已经是见怪不怪 这些队伍来到大殿中央处 然后取出一块铜镜 丢在柜台上 柜台后 有身穿黑衫的人接过铜镜 单手结印 顿时铜镜上 有着一道道光点升起 那是神魂碎光 一旦人的神魂被斩灭 就会化为碎光 碎光落在铜镜上 顿时镜面闪烁 隐隐地化为了一道虚幻般的面孔 那是被斩杀者 天阳近初期 一百点战功 黑衣人辨认了一番 然后慎重地取出一枚玉印 在那铜镜上面轻轻一压 顿时有着一抹流光 钻入铜镜中 隐约地 能够在那镜面上 见到一闪而过的四百二十的数字 而那铜镜的主人 则是心满意足地 将铜镜收了回去 走 弟兄们 先去喝两杯 放松放松 他大笑着 带着身后队伍 直接对着大殿另外一片区域而去 那是休息区 许多刚刚历经任务回来的队伍 都在此处歇息 大声交谈的同时 交流着信息 休息区域处 一张角落处的桌旁 夜冰灵 依秋水与慕流等人围坐在一起 今天我接到爷爷的消息 四格中的神附近 又有数十人身语 依秋水缓缓地道 神情有些低落 夜冰灵 慕流等人闻言 手掌也是紧了紧 然后端起酒杯 一饮而尽 神色萧索 赤云剑派 三山蒙这些该死的东西 早知如此 当年就应该早早地将他们 从混云天抹出 夜冰灵俏脸上满是寒霜 眼眸中有沙一声疼 四格的成员 算是天渊玉神府境中的精锐 所以 此次的战争中 也是肩负了不小的重任 而这所带来的代价 便是每一日的折损 其中一些 步伐十一秋水 夜冰灵他们所认识的人 这个时候 他们才察觉到战争的残酷 其他人没有说话 但眼中的杀意 却是不加掩饰 而此时 在休息区其他的地方 也是有些诸多的喝骂声响起 大多是在骂着三山蒙那些势力 其中还有人在抱着酒壶痛哭 想必是有亲人好友在战争中殒命 哼 我们在这里打声打死 那位小元老倒是好命 可以堂而皇之地 以闭关为由 避开战事 混乱喧嚣中 有着一道愤怒的声音突然的响起 谁说不是呢 专主与西京两位元老 虽然也是大尊的清传弟子 但在当年 也曾经伴随着大尊 经历无数残酷厮杀 战功赫赫 最终方才方才令的我 天渊玉有如今疆域 而如今 这位小元老倒好 说是闭关 结果三个多月没有阴性 哼 连赵母神他们都突破完成了 难不成他还没完成 我看他就是怕参加这场战争 生怕出了什么事故 哼哼 人家的身份 是我们能比的 出了是谁能负责 一道冷笑的声音 在此起彼伏地响起来 其中满是愤怒 与某种名为极度 不甘的情绪 哼 他这个身份 究竟是不是真的还难说 说不定是 西京元老为了安抚人心 故意让他假装 藏原大尊何等存在 怎会瞧上他 紧接着便是一些哄笑声 角落的依丘水听到这些话 顿时翘连铁青 咬着银牙道 这些天阳镜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这段时间的一些流言 他自然也是听过 但并没有当回事 可如今来看 这些流言却是愈演愈烈 再加上这些人 在战争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刀口填写下 一个个都是口无遮拦 他站起身来 直接冷着脸 走向那群哄笑的天阳镜 冷声道 当众忘义元老 你们胆子就这么大吗 那些天阳镜强者 转头看了依丘水一眼 倒是将他给认了出来 不过他们 也没敢对依丘水谩骂 因为他们都知道依丘水的爷爷 一千机长老郑镇守此城 于是都是缩缩头 而此时 一道笑声从旁边传来 秋水姑娘 大家每天刀口填写 指不定明天就不能坐到这里了 所以说几句话 也不算放过吧 依丘水看去 数名天灵中的强者坐在那边 居中一人 正是那曾经 身为上一代总阁主的李清月 其他人听到此话 顿时面色沉重起来 继而脾气也是涌了上来 继续转头 哄笑出声 继续着先前的话题 李清月这话倒是说得不错 说不定他们明天都活不下来了 谁还管什么得罪不得罪 依丘水见到众人 完全无视于他 气得玉手紧握 有些发抖 不过 也就是在这里吵闹沸腾的时候 一道修长年轻的身影 缓缓地自那战宫殿门口走了进来 当那道身影出现在战宫殿时 店内的诸多的吵杂喧哗声音 几乎是陡然的一镜 一道道神色莫名的目光投射而来 望着那道身影年轻而熟悉的面孔 休息去那些哄笑的天阳镜 也是面色各异地停了下来 因为那走入战宫殿的身影 正是他们哄笑之中的正主 如今在这天约狱 有着小元老戏称的周元 第1003章战宫殿 周元走入战宫殿 他瞧着诸多投来的各色目光 也能够感觉到战宫殿内 那有些古怪寂静的氛围 不过他的神色却是颇为的平静 目光扫动一下 然后便是直接迈腿 对着休息区域而去 而休息区域中 那些天阳镜强者 见到这一幕 面色有些不太自然 虽然他们先前言语间 对周元有诸多的不敬 但不可否认的是 如今周元在天阳狱的地位 非同小可 他即便否掉了元老的身份 但大尊卿传弟子的身份 是跑不掉的 所以 就算是天阳狱长老团的长老在这里 都得对他保持客气 更何况他们这些天阳镜 先前那些话 暗地里说说也就罢了 可如果当着周元的面 他们还是有些不太敢撕破脸皮的 只是他们又有着身为天阳镜的傲气 不想面对着周元就显露出什么惧怕来 所以 一个个都是处在那里 身体紧绷 面无表情地望着走近的周元 心中想着 若是这周元要斥责他们 他们应该如何应对 在那众多视线中 周元来到休息区域处 不过 就当那些天阳镜强者屏息一带 想要看周元如何发怒时 却是见到周元并没有看向他们 而是将视线投向了休息区角落处的一桌人 然后冲着他们 笑着招了招手 周元 一秋水温婉的脸颊上 有着惊喜的笑容展现出来 他与夜兵灵 木柳等人起起起身 迅速地来到了周元面前 你出关了 突破了吗 一秋水好奇地问道 旋即他眼光 瞥了一眼休息区域内的那些神色 不自然的天阳镜强者 低声道 别理会他们 如果周元在这里跟他们起了冲突 对周元而言 反而会造成不小的影响 周元笑笑 他当然没兴趣跟这些人辩解什么 即便先前他们的话 他都听得清清楚楚 但如果要让他搬出所谓 大尊清传弟子的身份来压人 也实在不是他的性格 这些人虽然嘴巴说话难听 但他们也是 在冒着身影的危险 在为了天冤狱而战斗 或许从某个角度来说 也是在为了他得到祖龙灯而战斗 所以这么一想 周元并没有要与他们动怒的心思 他们终归到底 只是因为无知与嫉妒而已 周元小元老 大家也只是最近压力太大 加上喝多了 这才有些口无遮拦 你大人有大量 可莫要见怪才是 而还不带周元说话 一道笑声传来 周元抬头看向说话的人 正是上一任总阁主李清月 不过这家伙虽然看似言语间 是在为其他的那些天阳镜开脱 但在这种时间与场合 却隐隐的是 有些不怀好意 果然 那些天阳镜文言 一个个面容上 都是有着怒涩浮现 还大人有大量 他们在天阳狱扬名的时候 天阳狱还没周元这好人物呢 他们已是打定主意 若是周元敢对他们怎么样 今日就给他闹大 看到时候 他怎么收场 周元瞥了笑眯眯的李清月一眼 淡淡地道 称呼我总阁主就行了 因为此时是非常时期 几位元老让我在总阁主的位置上面 多待一段时间 所以 什么小元老就别乱叫了 被周元刺了一下 李清月面旁微微抽搐 皮笑若不笑地道 周元总阁主真是好命啊 连这种规矩都能改变 他的眼中 有着掩饰不住的极度 当年他一突破到天阳镜 就直接被撤了总阁主的位置 一下子就失去了 高高在上的长老身份 而到了周元这里 这种规矩仿佛就不起作用了一般 但周元没有再理会他 他也是看了出来 这里清月似乎是想故意来挑适 对于这种人 无视是最好的选择 他看向一秋水他们 道 帮我从四格中挑选一些精锐组 一支队伍 一秋水文言顿时一惊 道 你要参战去猎杀 在天渊玉与五大顶尖势力 经过最开始的大规模厮杀后 如今双方都是采取了小规模的入侵 一支支队伍四处肆虐 犹如猎人一般找寻着敌人的踪迹 然后猎杀 如今休息区域内的众多天阳境 都是以类似的方式 在猎杀敌人获取战功 只是这种猎杀 极为的危险 一旦遇见 便是生死搏命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极为的血腥残酷 他们这些神辅境的人 在其中一般都是作为 斥后与探子 甚至是炮灰 所以他们会选择 一些比较强大的天阳境 为队长来辅佐 同时混取战功 猎杀地狱中 天阳境初期也极为的危险 如今每日生云的天阳境 大多数都是这个层次 只有达到天阳境中期 才有着一些自保与猎杀的能力 而周元 就算是突破成功了 应该也只是天阳境初期 这个实力竟如猎杀区域 说实在的相当危险 所以 当周元此话说出来后 不仅依丘水有些色变 就连李清月 以及其他的那些天阳境强者 都是投来的古怪的目光 猎杀榜单是在那边接吗 周元指向战功殿中央的位置 此话一出 依丘水 叶冰林他们皆是悚然 猎杀榜单 周元还要从猎杀榜单上面找猎物 要知道 能够登上猎杀榜单的 那必然是实力极强的敌人 他们的手上 都是有着几方天阳境的性命 一旁的李清月 以及其他的天阳境强者 也是眼瞳一缩 看向周元的目光 犹如是看一个丧心病狂的死人 这个家伙 真是疯了不成 难道是受到刘延的打击 急于想要证明自己 可证明也不是这样的吧 这是在找死 李清月也接过猎杀榜单上的目标 那一场战斗极为的凶险 稍有不慎 最终活着走出来的人 可能就会是他的那个目标 那场战斗 让得李清月 现在都心急不已 而连他应对起来 都是颇为的吃力 更何况周元 就算他眼下突破到了天阳境 那也只不过是天阳境初期而已 要知道 天阳境三重境 每一众同样是有着巨大的差距 而能够登上猎杀榜单的人 几乎全部都是天阳境中期往上 休息区域内 传出了诸多的窃窃私语声 诸多静一不定的目光投向周元 然而周元却是没有再多说什么 他也没理会这些古怪的目光 直接是在那众目睽睽下 转身就对着战宫殿 中央的柜台走去 夜兵临 一秋水他们面面相去 旋即连忙心急火燎地跟了上去 这周元 究竟是搞什么 第1004章 猎杀榜单 当周元走向那中央柜台前时 整个战宫殿内顿时有着诸多的视线 停留在他的身上 那些目光中带着惊怡 以及玩味之色 这位最近在天渊狱中 名气大的下人的小元老 这是打算要从猎杀榜单上面 揭取任务 这倒是有意思了 关于猎杀榜单上面的那些棘手目标 在座的众多天阳镜 都知道有多麻烦 在这片战狱中 天渊狱有不少天阳镜强者 都折损在他们的手中 这位小元老 应该是突破到了天阳镜 不然的话 就算他是所谓的神斧镜第一人 进入了战场中 也只不过是猎物与炮灰而已 平白送死 只是 就算他真的突破到了天阳镜 那也只不过是天阳镜初期 这倒的确勉强有了一些自保的力量 可要说去主动猎杀对方的天阳镜 而且还是那种登上猎杀榜的目标 这就真的是有些太想当然了 大殿内 一些心思活络的天阳镜强者目光对碰 倒是隐约地知晓 这位小元老的打算 想必是最近的那些留言 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麻烦与压力 所以他才在此时出现 想要以猎杀强敌来证明自己 这倒的确是个很务实的法子 但是 危险系数太高了 一个不慎 这位小元老 恐怕就得葬身于这片战场中 到时候还不知道 平白要惹出多少的麻烦来 战宫殿内 有着诸多的窃窃思语声响起 多数的天阳镜强者 都是漫不经心地望着这一幕 他们有点怀疑 这是那位小元老在做戏 或许待会 就有人在他接取目标时 将他这看似鲁莽的行为给阻拦下来 而在战宫殿二楼的高处 也有着两道倩影 居高临下地看下来 其中一女 脚趋修长高挑 竹节般的马尾辫子 垂落在雪白角落处 正是秦莲 在其身旁的女子 身材娇小 与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正是另外一位 天阳与天阳镜中的杰出人物 慕幽兰 她在做什么 秦莲眉间微醋 道 难道真是要从猎杀名单上面 接取目标吗 慕幽兰声音细细的 有些惊讶与好奇的味道 胡闹 秦莲摇摇头 沉声道 以她如今的身份 如果被五大顶尖势力知晓的话 恐怕那片战域的天阳镜强者 都会去围剿她 她能够感知得出来 周元应该是突破到了天阳镜 但这不是她在这里胡来的理由 甚至就算她凝练出了琉璃天阳 那也还不够 慕幽兰眸子盯着下方 忽然道 难不成真是在做戏 你看 一眼长老出来了 秦莲也是看了过去 果然是 见到在那张宫殿中 一眼长老突然现身 然后带着人迎上了周元 这让她嘀咕了一声 难不成还真是故意做场戏 平息一下流言 她盯着周元的眼中掠过一丝失望 虽说她也觉得 让周元真的进入猎杀战域 是胡闹的事情 可当她真的发现 周元缺乏这个勇气的时候 还是难免有些失望 毕竟 她可是大尊的清传弟子啊 莫非此次 大尊真的是看错人了 在秦莲心思转动的时候 战功殿内 一眼在那众目睽睽下 迎上了周元 周元总阁主 一眼笑着抱拳 她看向周元 心中则是有些感慨 谁能想到 当初连进入天渊洞天 都需要她来引荐的小家伙 如今摇身一变 竟然成为了大尊的清传弟子 那等身份 比起她这位长老 甚至都要更高一些 一长老 周元连忙回礼 然后将来一表明 要从猎杀名单上面 揭取任务 一眼闻眼也是一惊 旋即眉头微皱 委婉地道 周元总阁主可莫要大意了 虽然我知道你的决心 但我建议你 可以先在战域的外围参战 她的意思是 想让周元一步步来 不要一来就直接将目光放那么高 对于一言的劝诫 周元也不意外 只是轻声道 一长老 你放心 我不是鲁莽的人 她言语虽轻 但却颇为的坚定 而且 一长老如果真不让我去 今日这里 怕是少不了一场笑话 周元淡笑道 一眼眉头皱着地 看了一眼战宫殿内 那诸多看好戏的目光 对于最近有关周元的那些留言 她当然知晓 其实说到底 还是因为 天渊狱中有不少的天阳镜强者 在嫉妒周元 当然 一眼也理解这种嫉妒 因为连她这般星星 在知晓了周元身份后 都是难免感叹 更何况其他的那些天阳镜 这种一步登天的事情 一般只有在梦里面才会出现 可这 却出现在了周元的身上 她望着周元的目光 后者眼目清澈 并没有任何冲动的迹象 这领得她心中微松 略作犹豫 最终轻轻点头 既然周元总阁主执意 老夫也就不勉强了 一眼直接转身 带着周元 来到了战宫殿的一处电壁处 这面电壁颜色星红 在那上面 诸多钢定插着一张张羊皮纸 羊皮纸随风飘荡 隐隐地有着元气光泽在上面流转 似乎是化为了人影 有着血腥的味道传出来 这就是猎杀榜单 每一张羊皮纸 都记录一位极为难缠凶狠的 天阳镜强者 而越是挂在高处的 实力也就越强 同时 隐命在他们手中的 我方天阳镜强者 也就越多 一眼说道 周元眼神微宁 旋即他将目光 投向这一面星红的电壁 视线扫过那些 随风轻轻摆动的羊皮纸 曹营 天阳镜中期 血淫天阳 元气底蕴 预计四亿四千万 于猎杀区域中 掌握天渊玉三位 天阳镜初期 柳血手 天阳镜中期 血淫天阳 元气底蕴 预计四亿七千万 周元的目光扫过 发现能够挂在 这电壁上面的人 都是天阳镜中期网上 天阳镜初期 几乎是没有 他看了几眼后 目光忽然转向 最顶部的位置 他倒是想要瞧瞧 那最棘手的 究竟是何方神圣 在那最顶部 一张羊皮纸轻轻飘动 有着两张面带微笑 似乎一模一样的 苍白面孔 鸾生兄弟 实力皆为天阳镜后期 紫禁天阳 两人不论对手 强大与弱小 从不分离 联手之下有圆满默契 战斗力惊人 传闻曾有 琉璃天阳天骄 与命于首 周元心中有些惊讶 这两人 竟然是一对鸾生兄弟 而且最让得他惊奇的是 这两鸾生兄弟 竟然斩杀过 同等级的琉璃天阳 能够以紫禁天阳之姿 月凭斩杀琉璃天阳 可见 这对鸾生兄弟 联手的时候 有多可怕 别看了 那是我的目标 我被调到赤云州 就是为了斩杀 他们二人而来 他们已经杀了 我们不少人了 在其身后 忽有淡淡的声音响起 周元转头一看 只见得那琴璃 不知何时来到了身后 成功了吗 周元笑问道 琴璃摇摇头 道 这两人极为狡猾 之前交手过一次 被他们跑了 能够从琴璃 这位混员天天阳榜第六 天阳玉的天阳镜牌 面手中逃走 这王家兄弟的实力 看来果然不容小觑 难怪能够在这榜顶挂着 这混圆天的天阳镜内 当真是藏龙卧虎 琴璃看着周元 叹了一口气 有些头疼与无奈的道 如果你真的执意 就从最下面的 雪阴天阳进雪 多谢琴璃长老告诫了 周元笑了笑 他知道琴璃是好意 但雪阴天阳 并满足不了他的胃口 他也没那么多时间 去找这种级别的麻烦 他手掌一抬 下一瞬 所有人都是见到 在那电臂居中的位置 有着三枚钢钉颤动 骑上锁挂的三张羊皮卷 轻飘飘地飘落下 羊皮卷落下的瞬间 战宫殿内 诸多的天阳镜强者 面色都是忍不住的一变 因为他们看得清楚 那三张羊皮卷上的目标 赫然全部都是天阳镜中期 紫金天阳 周元 不仅一次性地接了三个目标 而且 还全部都是紫金天阳中期 面对着这种目标 此时战宫殿内 超过八成的天阳镜强者 都是不敢染指 然而眼下 周元却是在他们的眼皮底下 毫不犹豫地将他们接了下来 他们对侍着 吸了一口冷气 这周元 看来是真的疯了 第1005章 截取 冰凉的羊皮纸落在手中 周元手指轻轻摩缩 目光撇过 张子豪 天阳镜中期 紫金天阳 元气底蕴 预计六亿三千万 曹霄 天阳镜中期 紫金天阳 元气底蕴 预计六亿六千万 北宫桥 天阳镜中期 紫金天阳 元气底蕴 预计七亿五千万 战宫殿内 有诸多目光停留在那羊皮纸上面 以在场众人的眼力 自然是能够将其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这一刻 不少人看向周元的目光 都是如同看待疯子 他们没想到 周元不仅没有放弃 而且最终还选择了三个如此棘手的目标 周元所选择的这三人 在这赤云州战场中 也算是名气不小 特别是那北宫桥 高达七亿五千万的元气底蕴 显然其实力 已是达到了天阳镜中期顶峰 甚至开始有着凝练第三轮天阳的迹象 这等人在天阳镜中期内 已经算是顶尖的那一波 这几个月的时间中 天阳狱这边 已经有不下十位天阳镜强者 允命于此人之手 可见其实力之强 手段之狠 面对着这种级别的对手 此时战功殿内在场的这么多天阳镜强者 恐怕绝大多数人在猎杀战狱中遇见 都只能第一时间逃命 若是晚了 恐怕又是允命的结果 而这种连他们都无法应对的强敌 周元却敢直接接了下来 这样的在场的众多天阳镜强者 觉得后者真的是太狂妄了 所以此时诸多目光看着周元 略显古怪 看这样子 似乎并不是在作戏 而是在作死 在其他众人眼神古怪的 看向这里的时候 秦连也是深吸一口气 他眸子深处有着一丝怒意 那是在生气周元的肆意妄为 毕竟 如果此时的周元 只是一个普通的天阳镜 那他根本里都不会理一下 因为如今在这战场上 哪一天没有天阳镜身语 但现在周元不同 他还是大尊的清传弟子 如果他在这里出了什么差池 被对方的人所斩杀 那传出去 对于天冤狱的声望 将会有着严重的打击 周元总阁主 我知道你的心情 但我也希望 你不要给我们添麻烦 你知道你的身份 到时候为了保护你 我们将会付出更多的东西 甚至是 人命 秦连一字一顿地道 周元如果要进入战场 那他们必然会有所行动 最起码 一言这位元英镜强者 必须盯住对方的元英镜 而他们这些 天阳镜后期的顶尖战力 也需要盯住对方 同等级的强者 避免他们发现周元 所以说 这片战域 都将会因为周元的加入 而变得更为的暗流汹涌 如果周元真的是有那本事 将他所挑选的目标斩杀 那这么做 还算是有意义 但是 秦连红唇威名 眼神有些锐利 周元能够做到吗 以后的他 以其能力 秦连相信他必然能够做到 但是 那还需要一些时间 周元现在 太心急了 面对着秦连的锐利眼神 周元也是无奈的一笑 他道 一切因此产生的后果 都有我负责 他知道 秦连并非是针对他 只是 他应该怎么说 直接告诉他我 元气底蕴七亿两千万 他不信的话 然后再当众显露元气底蕴 暴露自身的实力与底牌 谁能知道 此处没有五大顶尖势力的暗探 有些东西 多隐藏一分 到时候爆发出来 所取得的好处也就越大 秦连咬着银牙 他盯着周元半上 然后猛地甩手转身离去 马尾在其身后摆动 看得出来他此时内心中的愤怒与失望 周元望着他离去的背影 然后转头看向一眼 道 一长老 不会也要阻拦我吧 一眼苦笑一声 他深深地看了周元一眼 道 虽然你这种选择 的确让人不解 不过你这小子 从来到天渊玉南一天起 就没让人失望过 或许 这也是为何你能够 被大尊看中的原因 而不是我们吧 你如果真是执意如此的话 老夫也该做一些安排了 正如秦连所说 周元一旦要参战动手 那么这边也会为了他做一些保护 最起码 要防止对方的 元英镜强者入场 麻烦一长老了 周元感谢道 他再狂 也不会狂妄到 以为他能够跟元英镜的 顶尖强者交锋 一眼摆了摆手 有关这三人的更多资料 待会我会让人送来 你多加小心 说完 他便是转身去 周元目送他离开 然后目光转过来 看向身后的叶冰灵 一秋水 木柳等人 此时的他们 皆是眼睛有些发直地盯着他 一秋水那那地道 周元 你还真打算去猎杀 这些紫禁天阳中期 叶冰灵脸颊上戴着怀疑之色 道 你可别把我们往坑里带 我们就想混点战功而已 你要不要给我们增添 这么高的难度 双方关系已是匪浅 说起话来 自然也就不用客气了 周元撇撇嘴 道 放心 真要有坑 那也是我先跳 想混战功 跟着我没错的 他笑盈盈地说完 便是卷起羊皮纸 慢悠悠地对着战功殿外面去 闯入猎杀区中 光靠他一人 还有些不够 他需要一支队伍 专门为他探路找寻目标 当然 其他人都只是辅助 最终的战斗 还是需要他自己前来 一秋水 叶冰灵 木柳三人面面相去 他们倒是能够感觉到 周元似乎不是在开玩笑 这家伙底气这么足的吗 木柳挠了挠头 道 他其实也感觉到 有点不可思议 就算是凝练了 琉璃天阳的琉璃初七 也不敢去硬钢元气底蕴 达到六七亿的强敌吧 毕竟琉璃天阳初七 也只是四一到五亿左右而已啊 他们对试着 却依旧是想不出周元底气所在 然后只能觉得 或许是 西京元老给了周元 什么保命的手段吧 这家伙 这次玩这么大 希望多得住吧 他们轻叹一口气 然后也是赶紧跟了上去 战宫殿内 诸多的视线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片刻后 方才会有着 温温的声音爆发起来 只是很多人 都是皱着眉头连连摇头 这位小元老 看来是真的铁了心 不过希望他能够活着回来吧 不然以他的身份 真出了什么事情 对于天渊玉而言 也并不是什么好事情 那李清月同样望着这一幕 他的嘴角 则是有着 一抹冷笑浮现出来 不知天高地厚 自己想要找死 那可就 真是没人拦得住了 你到时候失手 就看你怎么收场 第1006章 队伍 当周元来到赤岩城的这几日时间中 有关于他在战宫殿内 挑选了三名紫禁天阳中期 为猎杀目标的事情 便是在己方的一些天阳镜圈子中 传了开来 不出意外 这又是引起诸多的吃笑声 大多数人都是认为 这位小元老过于狂妄 或许他刚刚进入天阳镜 还没能将自己那神府王者的 无敌心态给收起来 而等到他此次鲨鱼而归时 想必就会认清楚现实 知晓不管他在神府境是何等的威风 但在出入天阳镜的这段时间 他却还是得聪明地低调一些 按照战区的规定 想要进入猎杀区域的天阳镜强者 都得配备一支 由神府境实力组成的队伍 这支队伍并非是用来交战的 而是用来布置探少元文装置 以及帮助天阳镜四处探寻目标的踪迹 而一旦找寻到目标 那么这些辅助队员就会退后 将真正的战斗交给天阳镜主力 这是神府境在战区中 混取战功的唯一方式 不然的话 单独一位神府境进入战场 那无疑是小白兔闯入了狼窝之中 有死无生 所以 在战区中的神府境 也会挑选合适的天阳镜强者 因为后者的强弱 将会决定 他们会承受多大的危机 以及获取战功的效率 而周元 虽说如今名声响亮 但因为他接取的猎杀目标 太过凶悍的缘故 这导致很多神府境都不敢触及 毕竟还是那种心思 就算周元如今突破到了天阳镜 但那也只是天阳镜初期而已 这个实力在猎杀区域中 同样充满着危险 稍有不慎 便是连同这队伍被抹杀的结局 而为了自身小命 没有多少神府境 敢去周元的队伍 所以 周元的队伍 足足凑了三天时间 方才凑齐十人 都是熟人啊 赤岩城的一座院中 周元望着衣秋水 夜并临他们 领来的一队人 目光扫过 则是忍不住的一笑 因为这些面目 都是格外的熟悉 除了衣秋水 夜冰凌 木柳三人外 便是寒冤 伤小灵 凌峰等人 这都是四个中的熟面孔 你还笑得出来 衣秋水有些美好气得到 如今这赤岩周内 赶进我们队伍的 也就他们了 其他家伙 一听是你在招人 跑得比兔子还快 周元笑笑 他看向寒冤几人 道 那你们还敢来 寒冤嘿嘿一笑 总阁主 别人不了解你 我们还不了解吗 你可不是鲁莽的人 既然你敢接单 那么必然是有些把握的 跟着你 想必战功也是不少的 对于周元的本事 韩冤是真的有些心服口服 因为他可谓是亲眼见证 周元是如何一步步地 在四个崛起 最终率领着他们 在那强者云集的 九谕大会中登顶 所以 素来喜欢做那墙头草 两边观望的韩冤 在知晓周元这里 招队员的消息后 却是第一时间 主动找上了衣秋水 毛遂自荐 商小玲鸣嘴道 你是我们老大 虽然你现在 比我们强大很多 但只要你需要帮忙的话 只需要招呼一声便可 商小玲等人 以往都是属于散修 也算是 吃过许多的苦头 直到周元将他们招进风格 所以 在商小玲他们的眼中 周元算是对他们 有一份恩情 虽说以后者如今的身份 他们或许 连投靠做小弟的资格都没有 但只要周元有吩咐 再难的事情 他们都不会推剧 望着商小玲 凌峰等人 那认真的面庞 周元也是有些触动 旋即他微微点头 道 放心吧 既然你们跟着我 那我自然会将你们 全须全意地带回来 我们是去转战功的 不是去送死的 听到周元这平淡中 却蕴含着自信的言语 众人心头都是一松 木柳笑嘻嘻地道 周元 你告诉我 是不是 西京元老给了你什么手段 其他人也是若有所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倒是说得通 为何周元底气这么足了 周元没好气地看他一眼 也懒得 跟他们多说废话 直接对着院外走去 既然都准备好了 那就直接出发吧 城门口处 周元领着一行人出了城门 然后他看了一眼 巨大的城墙上 在那里能够见到四道目光 再望着他 是一眼长老与秦莲 周元对着他们远远地点点头 身影一动 便是化为一道流光冲天而起 对着远处的战区方向 掠空而去 在其身后 依丘水 叶冰林等人 也是迅速地跟上 城墙上 一眼望着他们离去的方向 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自家那孙女 也不知道着了什么魔 这种危险的事 也敢跟着去 他这当爷爷 本想劝诫一下 但那丫头却是聪明得很 还不带你说话 就板着小脸 让你说不出口 秦莲清冷光洁的 脸颊上面无表情 他淡淡地道 一长老 那我也动身了 我会在战区中将动静搞大 到时候 对方的一些天阳镜后期 应该会将注意力投向我这边 这样一来 他那边就会安全一些 辛苦了 一眼点点头 道 老夫也会出手 将对方战区中的原因静强者定住 秦莲将目光从远处收回 道 希望咱们这位小元老 在吃了此次的亏后 不要再这般肆意妄为 既然他是大尊的清传弟子 也该负起一些责任 而不是只会惹事 让别人帮他擦屁股 言语之间 显然是透着对周元 此次行事的不满 声音落下 他也懒得再多说 身影一动 陡然冲天而起 他的速度快若奔雷 而且声势极大 所过之处 风雷阵阵 极为地引人注目 一眼瞧得他将声势搞这么大 也是明白他的用意 于是他瞧着周元 他们离去的方向 喃喃道 周元啊周元 我们该做的都已经做了 接下来就得看你自己的了 若是此行成功 那之前的那些流言 必然不攻自破 可若是失败了 不仅周元 在那九谊大会上面 挣下来的颜面 会丢个大半 甚至 还会连累的苍渊大 遵落的一个 识人不明的口舌 所以周元此次 可谓是在刀尖行走 显之又显 第1007章 天火古灵 在赤岩城东南方向 有一片看不见尽头的赤红山脉 山脉远远看去 犹如是火焰烧山 蔓延无边 显得极为的壮观 此为天火古灵 乃是天渊狱中 颇为有名的一处资源点 这里的资源 便是那一棵棵晴天火焰树 其名为天火树 天火树赤热 扎根地底深处 汲取赤热元气 而成熟的天火树 将会诞生出一种树林江 这是一种颇为宝贵的修炼资源 若是天阳敬强者修炼时将其炼化 有着增强纯阳之气的神妙功效 对于这处资源 五大顶尖势力颇为的觊觎 所以当战争开始时 这处战略资源要地 也是五大顶尖势力 想要夺取的目标之一 不过天渊狱方面 显然不会将其拱手相让 于是 此处便是变成了巨大的战场 双方投入了无数人马 而曾经的天火古灵 也是化为了惨烈战区 这就是天火古灵吗 周园立于一处山丘上 目光望着不远处 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赤红森林 森林之中 一颗颗赤红巨树如晴天柱般 赤红的枝叶蔓延开来 伴随着风摇动起来 如同火焰燃烧 在这里 天地间的元气 都是变得炽热起来 周园微微运转体内的元气 然后惊讶地感觉到 似乎体内的元气 都是变得更为的活跃 这是因为元气之中 所融合的纯阳之气的缘故 天阳近在这里 战斗力都会有所提升 不过 对于神辅境而言 则是要难受许多 他看了一眼一旁的依丘水 夜冰临他们 只见得此时的他们 翘脸皆是有些红意 胶区上有元气流转 抵御着那种来自外界的炙热 显然 在没有融合纯阳之气前 他们并不适应这种 纯粹的赤热天地元气 轰 轰 在看不见镜头的赤红森林中 还时不时地 有着狂暴的元气波动 若隐若现 想必是某些地方发生了战斗 在森林的外围 周园还能够看见 源源不断的队伍 在涌入其中 战火的气息 扑面而来 带着血腥味道 依丘水走到周园身旁 他手持一面铜镜 铜镜中光线绽放出来 在面前虚空上 形成了一幅地图 那地图正是眼前的天火古灵 你此次选取了三个目标 不过我们建议 先从张子豪入手 他是三人中 相对而言最容易对付的 依丘水说道 不过虽然这样说着 但他的脸颊上 却满是凝重与忌惮 毕竟那是紫禁天阳中期 周园对此倒是没有意见 无所谓的点点头 依丘水他们见状 倒是微松一口气 他们倒还真是 有些担心 周园一来就要头铁地 去碰那最棘手的北宫桥 他们甚至觉得 或许在与张子豪 这等强敌交手后 周园应该就会领略到 紫禁天阳中期的强横 说不定到时候 就会主动地放弃 北宫桥这种目标 根据战弓殿石时 给予的情报 张子豪的活动范围 应该是在这一片区域 依丘水纤细手指一点 那面前的地图 便是迅速地缩小 最后指向了 天火古灵的某个区域 周园轻轻点头 道 如果中途遇见其他敌人 可以斩杀吗 依丘水他们文言顿时一致 这位真是好大的杀刑啊 这是想要一路杀过去吗 这哪来的底气啊 叶冰灵摇摇头 道 不建议更改目标 斩杀其他敌人 因为那是战场队做的事情 既然你接了猎杀榜单的目标 那你就属于猎杀队 猎杀队的任务 是专门斩杀一些 极为棘手的强敌 敌方也有着情报系统 如果你更改目标 斩杀了其他人 有可能会暴露自身位置 从而引来更多的围剿 一旦陷入围剿 恐怕我们也只能撤退 那样的话 你这种斩首猎杀 也就基本宣告失败 周猎恍然地点点头 表示明白 那就行动吧 周猎身影一动 破空而出 直接对着那座 看不见镜头的赤红森林落去 一进入天火古灵 那天地间的温度 就更为地炽热 甚至连空气 都是如铜火烧过一般 元气隐隐沸腾 刷刷 周猎一行人保持低空极略 进入天火古灵 就已经进入了双方的战场中 这里情况复杂 一旦飞得过高 很容易被挤火 那种情况 想必就算是此时的周猎 也吃不消 一行队伍零星地散开 伤小灵 夜兵零几人处于前方 探测方位隐木 看得出来 他们对此处颇为的熟悉 想必之前没少进来混战功 而周猎便是保持在中间的位置 一旦前方遇见变故 他也能够第一时间支援 一行人闷头急速赶路 他们都是尽可能地收敛着元气 同时主动地避开着一些元气碰撞的地方 那里一般都是有着战斗在发生 这般赶路 一赶就是一日的时间 这一日中 周猎他们碰见了不下百出战斗 不过其中大多数都是天阳境初期的战斗 凌厉而惨烈 不过周猎遵守着猎杀队的方式 并没有插手其中 而是悄然穿过 不过也曾有被敌方发掘的时候 敌方试图追击 但周猎却是凭借着敏锐的神魂感知 迅速地将其甩脱 于是 在一日之后 一行队伍有惊无险地抵达了目标所在区域 一棵赤红巨树上 周猎静静盘坐 他的目光透过枝叶望着不远处 只见得伊丘水他们此时 从怀中取出一枚枚玉检 玉检上面有原文缠绕 当玉检被拍碎在一些树干上面时 顿时有着一道如同眼睛般的原文浮现出来 然后渐渐地融入树干 消失不见 这是一种探测原文 能够实时地监控四周的动静 布置这种探测原文 也能够获取微弱的战功 而战功殿也是凭此来搜集情报 提供给猎杀队定位目标 而在这些原文布置好以后 伊丘水他们对着周猿的方向 打了一个手势 然后便是身影移动 对着四面八方悄然掠去 这是要开始去探查此次的目标了 周猿原本也是想要跟去 但却遭到了一致的拒绝 所有队员都让得原地修整 调整状态 因为一旦找到对方的踪迹 那么接下来 他们所能够依靠的 就只有周猿了 如果周猿不敌 他们这支队伍也就只能撤退 期间说不定会有伤亡 周猿见到他们坚决 也就只能无奈地阴同 然后目送他们远去 不过他也并未哭作 而是将神魂感知蔓延开来 如此一来 只要伊丘水他们有所异动 他立即就能有所察觉 森林之中 一片寂静 唯有赤红枝叶摇摆 有着火焰燃烧的声音响起 约莫一注相后 周猿那微闭的眼目忽然睁开 那个方向 有伊丘水他们的信号传来 终于找到了吗 低声呢喃间 周猿的身影 直接是化为阴影 消失在了原地 终于到他出手的时候了呀 对于这突破到天阳境的第一站 他也是期待得很呢 第1008章 一拳 古灵某处 周猿的身影 如阴影般地 出现在了一棵赤红巨树上 那诡异的身影 将蹲守在这里的伊丘水等人 都是吓了一跳 带着他们看清楚来人后 方才将紧绷的身体松缓下来 找到了 周猿低声道 伊丘水 叶冰灵他们 皆是脸颊凝重的点点头 然后拨开重重赤红之夜 目光看向远处 周猿的目光也是顺着望去 只见得在那远处的林间 有着大片的天火树被砍伐 从而形成了一片空地 空地中有着营帐 隐约可见一些身影忙碌 穿梭 这些大部分都是神附近 他们将一株诛天火树披展开来 找寻着其中蕴含的树林江 这些混蛋 真是野蛮 伊丘水有些心疼地望着这一幕 以往天渊玉采集此处的树林江 都不敢砍伐 而是钻孔一点点地取出 可五大顶尖势力的人 显然没这种爱护的心情 反正 这是属于天渊玉的东西 目榴低声道 张子豪就在中心的营帐坐镇 先前我们见到他出现过 寒冤道 接下来怎么做 此地有数十位神附近 要不要我们先迎走一波 你再找寻机会 对那张子豪出手 看得出来 他们都很紧张 身体紧绷得跟弹簧一般 不过也难怪 他们此次将要面对的 是猎杀榜单上面的人物 乃是紫荆天阳中期 死在他手中的几方天阳镜强者 也有数位了 周元文言 摇摇头 不用这么麻烦 只是一些神府镜而已 只要杀了张子豪 他们不足为惧 声音落下 他的身影 便是在寒冤他们震惊的目光中 直接从树上跃了下去 我的天 木柳他们见到这一幕 脸色都变白了一分 他们没想到 周元就这么大刺刺地冲向了营帐 这都不精心谋划一番 等那张子豪借心全尸时 再突然袭击吗 怎么办 一秋水 叶冰林他们面面相去 白皙额头上 有着细密的汗水 被惊吓出来 但他们也不敢跟着跳出去 因为那只是羊入虎口 而在他们惊慌的时候 周元的身影 已是出现在了营地之外 营地内 那些忙碌的神府镜 也是在第一时间 发现了他的踪影 他们在经过出使的愣然之后 猛地反应过来 这是敌人 当即有着警戒的号角声 在这古老林间响彻起来 嫡妻 嫡妻 营地中央的营帐被掀开 一道如铁塔般的身影 慢悠悠地走了出来 那是一名身躯壮硕的中年男子 他手中抓着肥腻的烤兽腿 吃得满嘴油光 而随着他的出现 营地内的慌乱气氛 顿时被指了下来 一道道敬畏的目光看过来 铁塔男子看了一眼 远处伊丘水他们藏身的地方 咧嘴笑道 几只苍蝇而已 先前就发现了 只是想要看看他们 在玩什么把戏 不用惊慌 而暗处的伊丘水他们 见到这张子好的目光 顿时浑身泛起了寒意 原来对方早就发现了他们 怎么办 怎么办 要不要撤退 伊丘水紧张地道 撤不了的 周园已经上去了 叶冰凌苦笑一声 指着那出现在营地之外的周园 而在众人头皮发麻的时候 出现在营地之外的周园 望着那铁塔男子 道 你就是张子豪 张子豪双目须眯地盯着周园 树西后 他眼中猛地有着金光爆发出来 脸上有着一种难以遏制的狂喜浮现 他狂笑如雷 你 你是天渊玉的周园 他竟然是将周园给认了出来 不过这也并不奇怪 毕竟如今的周园 也算是混元天的知名人物了 哈哈 我这是着了什么天大的运道 竟然直接将你送到我面前 你可知道 在我联盟中 擒注或者斩杀你这小子 究竟是何等的大功 他的笑声 震动着四周的森林 而营地中那些神辅静 也是眼神 惊疑地望着周园的身影 因为这个名字 最近在混元天 可是极为的响亮 特别是 当他这苍渊大尊清传弟子的身份 传出来后 只是 这家伙是脑子坏掉了吗 竟然敢深入到此处 这周园虽说在九一大会上 打败了赵母神 但那毕竟是神辅静 就算如今他成功突破到了天阳境 那也只是天阳境初期 而站在面前的张子豪 却是紫禁天阳中期 哈哈 张子豪狂笑不断 不过同时他的感知蔓延 一番探测 却是发现 此处除了那几个苍蝇外 的确就只有周园一人 这家伙还真是独自深入战场的 这可真是人在营中座 大理从天落呀 哄 强悍惊人的元气 在此时自张子豪的体内爆发出来 隐隐间 仿佛是有着一轮紫禁大日 在其身后虚空浮现 一股可怕的元气 威压弥漫开来 脚下的大地 直接是在此时开始军裂 四周的那些神辅静 皆是无法承受这种威压 连连后退 眼中静位更甚 而不远处的伊丘水 他们也是察觉到了威压 当即眼中金黄更甚 那可是六亿元气底蕴带来的威压 如果他们靠得太近 恐怕光是这等元气威压 就能够让他们动弹不得 战役全尸 张子豪眼神森然地锁定周园 宛如是人之虎 他也没有多说废话 虽然不知道 这周园犯了什么喘来到这里 但既然送上门了 断然是没有放过的道理 碰 他脚掌一跺 地面直接塌陷下去 而其身影 则是化为流光暴射而出 空气都是在此时被声声压暴 发出了刺耳的阴暴之声 给我死来 张子豪宁笑出声 他身影几乎是瞬间出现在了周园上空 身后有一轮紫禁大日浮现出来 浩瀚的元气涌动 一股凶悍而炽热的波动 如风暴般的肆虐 席卷 六亿左右元气底蕴一展现 四周的空间 都是隐隐得有些凝固的迹象 轰 他一拳轰下 只见得暗红的元气 如洪流般咆哮而出 那元气纯粹而凝练 宛如血红火焰 一拳轰出 下方的地面已是开始崩裂 这一拳 没有任何花鞘 而是将纯粹的元气底蕴 展现到了极致 营地内 那五大联盟的神府进门 皆是露出冷笑 这周园 死定了 后方 依秋水银牙紧咬 眼眶泛红 他身影一动 竟是要冲出去 但随即被夜冰凌与木柳急忙按住 你去送死吗 依秋水双手紧握 他目光死死地盯着场中 对于后方的动静 周园并不知晓 他只是神色平静地 望着那裹挟着霸道无匹一拳 轰然下张子豪 后者那足足六亿左右的元气底蕴 如果换作突破之前的话 恐怕不论他做任何的抵抗 都是毫无作用 纯粹的元气底蕴差距 不是任何手段能够弥补 但是 可惜 周园五指握拢 有着白色的毫毛 自皮肤下涌出来 将拳头包裹 紧接着白色化为漆黑色彩 宛如黑色拳套 他脚掌微微后一半步 然后 一拳轰出 那一瞬间 璀璨的白金元气 自他体内咆哮而出 引有龙银声响彻 震撼人心 一轮琉璃般的大日 在其身后若隐若现 其脚下的地面 直接是在此时 无声无息地消失了一层 犹如是被融化 哄 周园面无表情的一拳轰出 仿佛是带着白金龙银 直接是在那众多目光的注视下 与那张子豪的赤拳 在半空中硬生生地撞击在一起 死吧 张子豪狂笑出声 不过 那狂笑声很快就凝固下来 他的眼瞳中 有着一丝惊骇涌出来 因为在那碰撞的第一瞬间 他终于是感觉到了 对方那疯狂呼啸而来的元气 究竟是强到了什么程度 他那引以为傲的六亿元气 几乎是在碰撞的瞬间 被摧枯拉朽般的淹没 琉璃天阳 气 他的面旁在那瞬间不满恐惧 浑身冰寒 他终于是知道 为什么周园敢出现在这里了 因为对方的元气底蕴 比他这紫禁天阳中期 更为的恐怖 张子豪无法理解 一个刚刚突破到天阳境初期的人 为何会拥有着这种变态的元气底蕴 哄 他也没机会继续理解了 那一瞬间 有狂暴的元气冲击波爆发开来 这片营地瞬间被摧毁 周围一颗颗晴天柱般的天火树 也是直接拦腰而断 最后被元气冲击波搅碎 双方的神辅境界 是纷纷狼狈退后 而当冲击波的肆虐停下来时 他们第一时间看向场中 再然后 双方便是发出了不可思议的惊骇诗声 只见得在那碰撞的地方 一道身影纹丝不动 宛如磐石般 甚至连脚步都未曾移动过半点 那是 周园 依秋水他们猛地瞪大了眼睛 而五大联盟的神辅竟则是面露惊恐 张子豪呢 为什么失去了宗介 张子豪呢 伤小林也是半天憋出一句话来 木柳沉默了半嗓 忽然道 你们看周园面前飘落的那些光点 是不是有点像神魂碎光 此话一出 气氛直接死寂 依秋水 叶冰灵他们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目光望着那里 神情有些呆滞 那好像真的是神魂碎光 难道说 那张子豪 被周园一拳 直接打得尸骨无存 连神魂都被瞬间搅碎了 这一刻 依秋水他们只觉得头皮 阵阵发麻 第1009章 很强的周园 狼藉的古灵间 一道道视线近乎呆滞地望着 保持着一拳 轰出姿态纹丝不动的周园 特别是他面前那些飘散的神魂碎光 绚丽 而让人感到阵阵心迹寒意 那些五大顶尖势力的神附近 在经过片刻的呆滞后 也终于是渐渐地察觉过来 认出了那些飘散的神魂碎光 于是他们一个个如触冰角 张子豪大人 被他一拳轰杀了 怎么可能 大人可是子经天阳中期 元气底蕴超过了六亿 他只是天阳近初期啊 但是 大人的元气波动 的确消失了 那些神附近感觉要疯了 他们太阳瘸突突地跳个不停 这个结果 显然是将他们震撼得不轻 一时间都是有点难以接受 不过周园却没理会 他们能不能接受 他望着面前飘散的神魂碎光 然后取出一面铜镜 直接是将一枚碎光进入其中 似乎很强 周园轻声自语 眼中有着神光绽放 唇角挑起一抹笑意 他所说的很强 当然不是这个 被他一拳秒杀的张子豪 而是说他自身 或者说是他自身的元气底蕴 以及新进化而成的元气 虽然周园知道这张子豪 并没有什么挑战性 但他也没想到过 竟然会直接一拳 就将对方秒杀得连神魂都碎裂 显然 他低估了自身那 七亿两千万的元气底蕴的 强悍程度 而且 他所修炼的元气 已经进化到了八品天龙气 此时的周园敢说 即便是放眼这魂元天 能够在元气的品阶上 超过他的人 绝对是屈指可数 八品元气 就算是九玉中 也是最为的顶尖 非常人能够修行 所以 别看他的元气底蕴 是七亿两千万 可如果遇见 同等底蕴的七品元气 周园能直接将对方 吊起来打 这张子豪元气底蕴 不及周园 元气品阶也不如周园 再加上还有着一些拖大 周园那缠绕着破园 比豪的一拳下去 被活活打炸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当周园收取神魂碎光的一幕 落在五大联盟 那些神府敬眼中时 他们顿时掩路惊骇 在与天渊玉开战这么久来 他们对这一幕并不陌生 这是对方的猎杀队 在斩杀敌人后 必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 他们那位张子豪大人 是真的被周园一拳轰杀了 这个事实震撼得他们浑身发麻 不过他们也明白 此时大难临头 所以对视一眼后 猛地对着四面八方 暴射而出 狼狈逃窜 连张子豪都被一拳打爆了 他们留在这里 也只是送死而已 全部结住 周园望着这一幕 眼神默然地开口道 如果让这些人 将消息传了回去 无疑会为他引来 五大顶尖势力方面的围剿 秀 当周园的声音落下时 那衣秋水 夜冰陵 木柳 寒冤等人 早已急射而出 虽说人数没对方多 可此时对方士气崩溃 根本就不敢 与他们正面交战 周园的身影 同样是化为 阴影消失在原地 然后出现于半空 他手掌一握 天元比闪现而出 他比肩一抖 时数到雪白毫毛暴射而出 宛如白胶皮练 直接是穿破虚空 闪电般地追击上了十数位神斧镜 然后缠绕上他们的身躯 毫毛上 有原文浮现 迅速地烙印在了那些人身躯上 于是他们体内的元气 在寝客间被封印 一个个狼狈地滚到在地 周园出手 再加上依秋水 夜冰陵他们的协助 在场的这些神斧镜 短短不过十数息的时间 便是一个未曾逃掉 被禁数封印擎住 留下火口 回去交给战功殿 同样能够换取战功 依秋水他们 将俘虏处理了一下 然后目光方 才看向场中的周园 一时间皆是有些娜娜无言 先前后者的凶悍 将他们也震慑得不清 他们有点无法想象 那元气底蕴高达六亿多的张子豪 被周园跟杀鸡一样地干掉 后者如果真有这么好对付 也没资格上猎杀榜单了 周园 你真的是天阳镜初期吗 依秋水忍不住地问道 其他人也是眼巴巴地看来 面色惊异不定 周园笑了笑 眼中的漠然散去 道 难道我才一突破 就能蹦到中期去啊 依秋水他们面面相去 只能将这当作是 突破了神附近极限的好处 我之前就说过 不是带你们来送死的 周园笑道 依秋水他们游字 还带着惊叹的点点头 他们原本以为 周园有底气接这种目标 应该是 西京元老给了什么手段 可如今来看 显然是因为他自身的实力 太变态了 他们 低估了这位大尊的清传弟子啊 听说赵母神 也突破到了天阳境 而且凝炼了琉璃天阳 可如果你们再碰见的话 恐怕他连你一招都撑不下来 目榴感叹道 那曾经的神府晋王者 如今恐怕是真正的被周园甩开了 周园闻言 却是摇了摇头 道 可别小看了这家伙 对于那赵母神 其实连周园都是略有些忌惮 这家伙的任性极足 虽然在九一大会上 被他打断了突破 可这并没有对他心境造成什么影响 转头就闭关 直接顺利突破 可见心性之坚定 而且他的滔之气韵颇为的诡异 指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气韵逆天地爆发一波 在这天阳境猛然崛起 所以这种对手 容不得小觑 未来说不定 还得与他再做过一次 对了 从他们这里搜出了十五盒树林江 想必是 他们这段时间 在天火古灵搜刮而来的 一秋水御守一台 十数个御河飘浮在了面前 河盖开启 只见的里面 盛满着赤红色的江叶 江叶之内 犹如是有着玄妙的火苗在生腾 一股炽热的气息生腾起来 周元望着那些赤红江叶 能够感觉到 神府内高高悬挂的流离天阳 似乎都是变得炽热了一分 这可是好东西啊 周元掩路炽热之意 此物对于天阳境而言 乃是难得的宝贝 修炼时将其炼化 能够加快修炼 同时还能够增强天阳内 所蕴含的纯阳之气 以往天火古灵内的树灵江 都是受到管控 眼前这些放在那个时候 可是价格不菲 而且还颇为的稀奇 只是此次战争 倒是另得此处被打开 说起来算是便宜了不少人 你们一人一合 周元驱止一谈 便是有着数个玉河 飞向了一丘水等人 我们也有 木柳 商小林他们有些惊喜 因为按照规矩 这些战利品 几乎轮不到他们这些神府境的 他们能够混到战功 就已经很满意了 不过他们也知晓周元的性格 所以也没多说废话 一个个欢天喜地地收了下来 这树灵江 他们此时还用不上 但等到突破到天阳境后 却是好东西 周元秀袍一挥 将剩下的玉河收起来 然后吩咐两人 将这些俘虏先行带走 第一个目标解决了 走吧 还有两个呢 周元笑了笑 他看了一眼狼藉的四周 此地应该很快 就会有人来探查了 所以他们也该转向 其他的目标 说完 他的身影已是率先略出 在其后方 依秋水 夜冰陵 木柳 韩渊等人皆是满脸欢喜 兴致勃勃地紧随而上 跟一个时辰前那种忐忑不安比起来 现在的他们 可谓是精神抖擞 半点不慌了 因为他们发现 周元这根大腿 比他们想象的还要更粗 第1001章 重要情报 三日后 天火古陵某处 依秋水 夜冰陵等人 站在一棵大树树干上 一个个翘首地望着远处 只见得那里 两道狂暴的元气 如狼烟般的升腾 那一波波的冲击 将附近的地面 尽数地撕裂 巨树倒塌 破坏力极为的惊人 那是周元 与第二个目标曹肖在战斗 为了找到这曹肖 他们在天火古陵中 找寻了三日 方才确定他的方位 不过相对于 第一次的提心吊胆 此时的依秋水等人 都是神色轻松 毕竟有了之前 周元一拳打爆 张子豪的恐怖战绩后 他们已经明白 周元的实力有多变态 这一次虽说曹肖未曾 直接被一拳打爆 但看得出来 双方的战斗中 周元占据着绝对优势 这家伙 真是太可怕了 木柳一边看着热闹 一边感叹 一旁的韩渊 深有同感地点点头 而且最让得他 感到可怕的是 周元的进步速度 想当初他刚来到四格的时候 吕肖 韩渊他们这些人 真是没将他看在过眼中 可谁能知晓 就是这个他们所轻视的人 最终将四格 带到了九谊大会第一个位置 从这一点来说 他们这些神辅竟对周元 真的是潜伏万福 天渊玉的天阳镜 恐怕也会经历一次 类似我们的经历 韩渊有些幸灾乐祸的道 他们如何不知道 如今天渊玉的那些 天阳镜对周元的态度 那是一种深深的极度与质疑 但不幸的是 这些质疑 最终都将会化为巴掌 狠狠地甩回在他们的脸庞上 藏元大尊既然会选中周元 自然说明 他自身的举世无双 依丘水认真的道 极度蒙蔽了许多 天渊玉天阳镜强者的眼睛 让得他们对一些东西视而不见 他们也不想想 九谊大会魁首的位置 天渊玉创立以来 有人得到过吗 虽然如今 周元才刚刚踏入天阳镜 面对着那些老牌天阳镜 会稍微示弱一些 但只要给予他一些时间 这些天渊玉骄傲的老牌天阳镜 必然都会被他甩在身后 并且望尘莫及 其余人皆是点点头 对于那一天 他们倒是有些期待 哄 当他们说话的时候 远处战场中 一道惊人的元气爆发开来 咻 一道狼狈的身影倒射而出 身躯带起了阴暴声 重重地砸落在地面上 如同皮球一般地 弹了数十次 每一次的 都是在那地面上 留下深深的巨坑 最终 那道身影止了下来 满身鲜血 连胸膛都是 他陷了下去 气若犹斯的模样 不是那曹霄又是何人 此时的曹霄 元气为米 面旁上有着恐惧之色涌现 他被眼前这个天阳镜出气的周元 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害得不清 他无法理解 为什么周元会这么强 刷 周元的身影 出现在了曹霄的面前 他眼神漠然 手中斑驳的黑笔 缓缓抬起 风锐的笔尖有寒光流转 引得虚空颤动 别 别杀我 曹霄胆破尽尸 骇然求饶 在死亡面前 再没有天阳镜强者的尊严 然而周元无动于衷 这是战争 当初那些死在曹霄手中的几方人 或许也曾经如此地求饶 但显然 曹霄并没有留情 嗡 所以他毫不犹豫 手中天员笔 直接对着曹霄 眉心抱刺而下 杀气涌动 曹霄魂飞魄散 奸声道 别杀我 我有大秘密 风力笔尖在距离曹霄眉心半寸停了下来 但那锋锐的禁风 依旧是将后者眉心刺出了一个小小血洞 只要再入得一分 就能让得着曹霄神魂破碎 你只有一次机会 周元淡默地道 望着周元那如玄冰般冷泪的目光 曹霄咽了一口唾沫 道 我们在天火 古灵内找到了天火树王的存在 如今 正在全力提炼出树王神将 一旦提炼出来 再以原文结界催发 可令得我们这片战线内的天阳境强者实力 短时间内暴涨 那时 联军就会全力攻克赤云洲战线 周元的面色本是面无表情 但渐渐地 却是变得凝重起来 那快步而来的依丘水他们 同样听见了此话 当即面色皆是大变 你们竟然找到了天火树王 叶冰灵难以置信地道 不可能 天火树王乃是奇物 这座天火古灵 便是犹他而生 当初我们慕尼大人 曾亲自来此探寻过 都没找出天火树王 你们怎么可能找得出来 慕柳更是急声道 曹霄道 这种事情我哪知道 我只知道 他们的确是 找到了天火树王 几人面面相去 眼中皆是有些惊惧之色 如果曹霄所说属实的话 那么敌军方面 的确是在酝酿着今天大动作 一旦他们计划成功 整个赤云洲都将会沦陷 他们的目光 都是看向周元 周元眼光微微闪烁 看向曹霄 道 你应该知道 天火树王的一些方位吧 曹霄倒是干脆 道 我不知道具体的位置 只知道在由此 往西南的方向 那里 算是我方战线的深处 周元轻轻点头 天元比一抖 凭空勾了出一道原文 瞥了一眼曹霄 道 你知道怎么做的 这是一道封印神魂的原文 只要这曹霄不反抗 就能够将其封印一段时间 曹霄见状 最终咬了咬牙点头同意 看得出来 他不同意 恐怕现在就得死 周元比尖阳起 那道原文 便是落在了曹霄眉心间 最后迅速地融入进去 直接是将其神魂暂时地封印 而神魂被封印 那曹霄便是双目泛白 无力地倒塌了下去 周元看向伊丘水等人 道 你们以最快的速度 将他带到秦连长老那里去 将这些情报告诉他们 伊丘水连忙道 你呢 你不会要孤身前往吧 那里必然有对方重军看守 甚至还有着原阴静 你要小心点 此人将这消息说出来 未必没有用你前往送死的恶毒心思 周元笑道 放心吧 我没那么傻去跟他们硬磅 我会有分寸的 伊丘水他们迟疑了一下 最终还是点点头 周元如今的实力 还是有着自保的力量 只要不自己犯傻 想必不会出太大的事情 他们知道事情尽急 不敢怠慢 抓起曹霄便是掠空而去 周元望着他们离去的身影 片刻后 方才目光转向西南方向 目光微微闪烁 天火树王吗 对于这等奇物 他自然也是听说过的 只是这连慕霓元老 都找不到的东西 这五大顶尖势力中的 法御强者 难道就有这般能耐吗 周元眼露沉吟 玄机他的身影化为阴影 消失于原地